九中圍住中山區酒店 甚至還要砸店 或者公祭場合裡 都會見到這群黑衣身影 看看這些人黑衣上頭的麒麟標誌 他們就是近期和中山聯盟對抗的 竹聯邦麒麟堂 為什麼要去砸店 有沒有打人討債 拉起上衣折住半張臉 帽子還要壓得很低 這些人做的壞事就不敢面對鏡頭 警方調查穿號公民的陳姓會長 涉及奪起案件 包含中山區酒店砸店事件 還有暴力討債 甚至率眾出現攻擊場合也毫不遮掩 因為他們犯案時就怕別人不知道 都會穿著寫有麒麟兩字的黑色衣服 而且還利用賴群組 組成麒麟一家聯絡行動 遇到被害人反抗的時候 就以槍械抵入被害人 並且以預備毆打 動手毆打的方式 逼迫被害人 強籤本票得手 但同時陳姓男子 原本跟隨麒麟堂 無姓前堂主 但前堂主入獄 他取而代之 還變本加厲搶奪中山區酒店利益 麒麟一家現在通通被帶 黑幫勢力瞬間劃解 藉由網上為SNG小組台北7Model